大家都知道一般的普通人是不可以得罪黄黑白的 我只问你 在你的直觉之中 黄黑白当中哪个最厉害 应该说黑是最不厉害的 也应该说起来是脚踏两船的人 所谓什么叫脚踏两船呢 就是脚踏白跟黑的人 那至于这种是什么人呢 我就想不说 我就问你哪个最厉害 白是官 黄是警察 我知道 那你想看有哪些人的职位 是他又是官 可是他又是警察 所以你就想这种人你是得罪不起 所以这很难说的 有媒体问你 很多艺人因为年龄也要失声 你的声音也给人一种沙沙哑的感觉 你当时回答是 那是我因为曾经被某些人在饮料里下过毒 至少要治疗三四年以上 才有办法治好 是 这个事你是怎么察觉的 谁干的 其实谁干的我都知道了 但是因为很简单 当时因为出事了 送到医院 我也不记得医生跟我讲那个是属于什么东西 可是他会把我们的身带旁边的肌肉 有两条肌肉 身带旁边有两条肌肉 他已经把那个肌肉给 那个我们叫什么 就是肌肉 就是肌肉已经硬死掉在那个地方了 但我知道是谁 因为最后一次给我喝那杯饮料的人是谁 我很清楚 非常清楚 当然 我本身是拜佛的 我也不愿意去 因为这个罪在香港是很大的 那个如果抓到这个年轻人 大概 大概也完蛋了 那个一辈子青春都毁了 如果说 导不如 让他知道我知道是他 让他难过一辈子 内心愧疚一辈子 总好过我觉得我去把他给抓到监狱里面去拿 我觉得很舒服 我不这么认为 我花了很多年时间开始重新训练自己的嗓子 比方说在家里 比方说我那时候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可是我想办法是 我会开始去习惯那个动作 我以前是靠胸腔唱歌的 现在要把全身的肌肉全部改过来 改到背后去了 可是现在用背部来做共鸣的时候 上台唱歌的时候 就会很快累 因为你全身的肌肉要蹦得很紧 你要让它产生一种共鸣 所以我现在就是 就会让它去习惯了 这种肌肉的肌肉 就会让它去习惯了 这种肌肉的肌肉